82年出生的李晨晨是位掌上游戏机收藏家 从1976年至今发行过不同型号的掌机 她都有所收藏 她把收藏的游戏机和游戏内容制作成视频 在网上与网友分享 获得了大量关注 10月24日记者来到李晨晨的家里 进门处的一个展柜内摆放了许多她收藏的模型 在她20平米左右的卧室内 各类模型 书籍 游戏机被她整理的整整齐齐 陈列在收藏架上 86年左右接触电子游戏 所以最早那个时候接触 之后就非常喜欢游戏 大概是从08年09年左右 开始大量的去买这些东西 到现在差不多有10多年 然后收集了大概有100多台 在李晨晨收藏的众多掌上游戏机中 一款名为美太电子赛车的游戏机引人注意 包装盒和使用说明都保存非常完整 它是1976年由美国的美太公司发行的 应该算是公认历史上第一款掌机电子游戏机 它这个屏幕 它不像现在我们用的液晶屏 或者其他真正一张屏幕 它实际上是二极管的点阵 然后每一个光点去表示一个所谓 就是说是在游戏中我们称之为精灵的这么一个元素 此外李晨晨还收藏了很多掌机的游戏卡带 因为对游戏的喜爱 李晨晨自己手工制作了一台接机 平时没事的时候会用它来打发时间 这台接机是13年14年左右 那个自己制作的一台接机 那个时候家里头在搬家装修 找了一些废旧的木料 然后自己网上买了一些零件 包括摇杆和液晶屏电路板 然后买了电锯电钻电报 自己做了这么一台框体 这台接机里面大概有1003款游戏 作为一名掌机爱好者 李晨晨希望通过收藏分享掌上游戏机 能让更多人了解掌机的历史 同时也能记录他们那一代人的童年 收藏这些游戏也是 可能有一些机子并没有在我的童年当中出现过 但是它所带来的是代表了 我们这一代人那个年代全世界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一个童话世界一样的想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